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老板娘一号饭部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你 你马上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你 我的妈呀 都算是到了 六郭奶奶的意思是 天都什么时候了 我还能有什么意思 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 我奶奶 我要 要好好地睡上一觉 郭婷婷 你 你 你看 那有一家月来客栈 咱今天就去那儿吧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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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接待一下 我去啊 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 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让你去你就去 长官大 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 我跟夫人一间 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 老妹呢 那我这儿三间 三间套房 怎么用三间 我夫人的身体 有点 有点那个 你的 我要三间 你就给三间 多要一间 你不是多赔一斤的钱吗 管那么多干什么 好了 好了 裸里有孤里为苦 你要干什么 我要宰了他们俩 我要让他们俩尝尝 我复仇的子弹 你不能这么做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 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我管不了那么多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友 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 报仇血恨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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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真是不错 看来你们这月来客栈 果然不是徒有虚名 这点钱花在这儿值 多谢老爷夸奖 北孔 我累了 我们赶快吃饭洗澡 尽早休息吧 夫人所言极是 咱们明天还有奔波一天 才能赶到足迹老家 老爷的祖籍是 南川太平镇 您们是从哪儿来 南阳 苏门达腊 我们这次回来啊 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 狗屁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 不是 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 你认识 特别是那个女的 我连晚上做梦 都恨不得刮其肉 碎其骨 喝口水 百泽 我是不是太冲动 太意气用事了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 这点我理解 多亏你的体系 不然我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分析一下敌情 你对这个越来客栈的老板娘 怎么看 平心而论 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 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 从她的言谈话语中 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但不难看出 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 我想在她的身后 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 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小心 更加小心 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 睡觉 今天晚上 估计咱们是无觉隔睡了 怎么 现在的形势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罗六姑和李维孔的出现 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 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他们来干什么 他们来这儿 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难道说 这个霍老六与熊孝天罗六姑 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 李维孔和罗六姑 就不会到月来客栈 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 霍老六用不了多久 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已经晚了 晚了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 如果我们贸然行动 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 同时还会引火烧身 这无异于自投罗瓦 那怎么办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晚上 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 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刘伯奶奶 还睡什么觉啊 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 以防不测吧 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 猴子 你怎么不说话 有李维孔 李的明白先生在这 神道道的指手话叫 轮 也轮不到我呀 猴子 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 我不能怎么你 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 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嘿嘿嘿嘿嘿嘿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 也许是个好事 哦 你不吃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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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吃饭了吗 你不吃饭了吗 你看着这个语言 我们不吃饭了吗 你不吃饭了吗 你不吃饭不吃饭了吗 我不吃饭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才来啊 我接到你的信 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 你一男一女 没什么情绪吧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 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这么说 我带人带手了 不 你集中你的人 对付那两男一女 怎么 这两男一女 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是御厨之而后快的 那 那一男一女呢 我得验明他们的正身 如果他俩真的是我 朝思暮想的人 那他们就是我小翠的大恩人 大恩人 都在儿子里面 大恩人 大恩人 你们绝对不能杀完美丽丽丽 如果他不困执 给你没买 杨子 放心吧 是 此地步已救了 快走 快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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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